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尽管是晚上 今天也是一个晴朗的晚上啊 我许你们已经猜到了 今天还是苏东和王涛 陪大家一起来看比赛 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 两个对手分别是胡队亚和中国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打门了 好险门将立功了 板归了 扔一球 这是来人协助了 视野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这次扑就不错 脚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一脚打门 状态出得非常早 一上来就领先了 这是一次脚球的机会 他们没有浪费 随后的这一脚打门也是力量感十足 看得人热血沸腾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卡罗琳娜 门德斯 丹娜 西尔瓦 已经带球来到了前场 有机会吗 用俐落的华晨把球抢了回来 采判哨响了边线球 丹娜 西尔吧 身边这是有队友来支援了 这总该进了吧 门将守住了球门 王珊珊 传给了王珊珊 机会非常好啊 重新拿到了球 杰西卡 西尔瓦 杰西卡 西尔瓦 王珊珊一击滑铲 抢走了球权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但是希望被他们自己掐灭了 丹娜 西尔瓦 真是摆脱的干脆利落 感觉有了 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扳平机会 这种机会可不是随时都能有的呀 可不是吗 在前场抢断了 能创造出机会吗 一次成功的扑就 看起来他应该是找的前点 塔蒂亚那平托 防止队员堵枪眼成功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没反击成功被对手断球了 无视发声啊 门将的球 用一个精彩的滑铲把球抢了回来 进攻有力 毕竟双方都有动作 弄巧成拙了不是 这球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发力呀 好 王珊珊 能开写比分吗 挡这一下是至关重要啊 他们又一次推进到了危险地带 现在球权属于对手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冒着送点的危险 完成了这次抢断 他这是要独闯龙坛啊 他这是要独闯龙坛啊 张瑞 王双拿球了 王双到分的机会 还好这角身门被挡了一下 过来帮忙进攻的队友这是到位了 双方交换球权 对手现在控球 扯出界了 边线球 球被他们拦了下来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这是一个机会啊 这个动作会给黄牌吗 让我们看看裁判怎么说 裁判这次只给了黄牌 大概是因为没有明显破坏得分的机会吧 只能说裁判这次展示了他的人词 犯规的队员多少有些走运了 尝试射门 没有给门将留任何机会 太漂亮了 一个超远距离的扔一球破门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杰西卡西尔瓦 卡罗琳娜门德斯 他脚下技术非常浅熟 继续带球向前 这球稳了 守门员这球扑得好啊 慢慢组织别着急 这角传球会有所收获吗 能打进这球缩小分场吧 门将一个愉悦把球扑了出去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区中的队友啊 这球都没进 防守队员及时的出间把球解围了 力保球门不失啊 这球啊只能说他攻得非常漂亮 但是守得也非常顽强 是啊 进区内迅速散球结围 黄珊珊 前半场比赛高一段落 我们稍后再见 短暂的休息过后 下半场比赛开始 这次换成了中国姑娘们来开球 轻易甩开了防守队员 给了进攻方一个角球 这并不是个进球 通过回放应该能看得更清楚啊 差的有点远 感觉没有到 他用头将球顶向球门 结果球却砸在了门框上面 门框这个时候还真是门将的好帮手啊 哈 还在持续压迫对方的防守 王霜得分的机会 昂加利 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进球的回放来了 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跑位包抄强点 看看这个球就知道了 双方悬术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双方对抗很激烈 这个球是出界了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过带了防守队员 真是个好球员 又追上去把球抢到了 看这个直塞没有越位 非常漂亮的扑球 卡罗琳娜门得四 进去里面对大门 这球有了 一个人带着球 过五关 斩六将 哎呀佩服佩服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呢 比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打完美体现场 不就很漂亮 看起来并不着急起球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王霜得分的机会 门将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要不要趁机打个反击啊 射门对对方门将构成了一定威胁 不过门将的处理也是非常冷静 感觉有了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扑门的分了 对方对他也是无能为力 真的是刚刚好啊 擦着衡量飞进球门 那再高一点点啊就击中衡量了 把球控制在这个高度非常难的 现在比分是四比一 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二十五分钟 这个射门的距离非常的远 这种球几乎就是打着玩啊 太险了不过方式队员抢先把皮球踢出了危险区 戴安娜先把皮球踢出了危险的距离 空中一脚射门 好险门将立功了 好机会 破坏了对手的胜门机会 但是球没有被解围出去 所以他们还不能放松警惕 刚才这个球他打得很果断 但对方门将也是一直保持精神高度集中 没能给他留下任何机会 先看这个球 至关重要的抢断 对方前锋的前场反抢有点凶 他现在不太好出球 要不要考虑回传一下呢 把地马平脱 把球交给了对手 协助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塔迪亚娜平脱 杰西卡歇尔瓦 纳萨雷特 这球直C有机会啊 这球门将没有选择坐以待毙 而是果断出击 他把这次颇具威胁的直C啊 稳稳地化解掉了 河门将一对一的机会 做出了一次扑就 进攻方获得脚球 掌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给到禁区里脚球落点啊 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边路前面还有空间 可以继续走边路 看看这次船中效果如何 解除了危险 比赛还在继续 对 裁判没吹 双方还在拼抢 裁判还是吹了反规 补上了一个任意球 裁判之前已经警告过了 再不收敛的话 他肯定要吃牌了 是的 他这不是第一次了 裁判 他这球能进吗 这球又有了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 已经领先四个球了 这样近距离的机会 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门将当然也就只能忘球星探了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当然那仙吧 双方在拼抢中把球拼出了边界 借外球 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 杰西卡仙吧 对门将来说这很轻松啊 对方还是在给他压力啊 他现在伸出一片开阔地 幸亏干预的及时啊 这球才没进 这都能拦下来啊 门将立下了大功啊 这次解围啊效果不好 还没脱离危险 狗家汇 王珊珊接到球 能把握住吗 没能把握住这个扩大比分的机会 中场哨声响起 中场哨声响起